在元朝的时候 西藏就隶属于中央政府 当然了 西藏是享有比较高的自治权 在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统治 那么康熙在处理西藏问题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智慧 既借鉴了历代统治者的智慧 也做了一些自己的创新 那么在元朝以前 西藏不叫西藏 而是称作吐蕃 蒙古人入处中原建立元朝之后 由于他们也信仰喇嘛教 所以就赋予了喇嘛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喇嘛教又分为四个教派 其中以宁玛派为最古老 宁玛在藏语里本身意思就是古老的意思 这个教派当然也是最神秘的 继承了吐蕃时期的一些秘宙 所谓的西藏秘宗 跟这个教派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宁玛教派的喇嘛是穿红衣红帽 所以又叫红教 第二个教派呢 就叫萨迦派 萨迦派呢是北宋年间创立的 萨迦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灰白色的土地 那么这个教派的起源呢 跟吐蕃一个贵族的后代有关系 在北宋西宁六年呢 吐蕃贵族后裔昆贡雀节部 在这个今天萨迦寺附近发现一山坡 这一块山坡啊 那土地呈白色而且有光泽呈现出了这个所谓的祥瑞啊 贡族节部呢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就出资在这建造了一个寺庙就叫萨迦寺 萨迦派呢就是这么来的 萨迦派有血统和法统两种传承方式 第三个教派呢叫嘎举派 嘎举啊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口口相传 这个教派在藏传佛教里支脉是最多的 该教派呢主要通过对人体的修炼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 那么由于该派的僧侣都穿着白衣白帽 所以俗称的叫白教 第四个教派呢叫格鲁派格鲁呢是善规的意思 该教派呢提倡僧侣啊应该严守戒律 该派僧侣呢穿着黄衣黄帽 那么俗称的就叫黄教 那么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又是怎么来的呢 活佛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元代 由于萨迦派教主巴斯巴对元朝有功 忽必烈呢就奉他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 这从此呢人们就开始称西藏高僧啊 就叫活佛了 在当时活佛呀并不是特指 而是泛指说修行到一定境界的僧侣就是活佛 活佛制度创立之后呢 这活佛才成为了教派领袖人的专有称呼 那么在公元的1252年呢 忽必烈召见了国师巴斯巴 也召见了嘎举派法师噶玛巴西 噶玛巴西一看巴斯巴那么受宠 就不愿意跟着忽必烈了 反而投靠了蒙古大汗蒙哥汗 蒙哥封噶玛巴西为国师 并且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和金印 那么1283年呢 噶玛巴西元祭之前呢 为了保持本教派的既得利益 提出了佛法不灭生死轮回 并且说啊 我还会在化身再来人间的 临终前呢 他要求弟子们找到一个小孩 继承自己的衣钵 并且告诉他们 这小孩啊 就是我死了以后的化身 哎 像这样的小孩呢 又被称为叫转世灵童 活佛制度就这么的建立起来了 活佛制度转世制度一直传到今天 还在继续着 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啊 转世制度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咱们上面提到的达赖转世制度 一种呢 是班禅转世制度 班禅转世制度啊 这是康熙一手打造的产物 根据格鲁派的理论呢 达赖是牵手观音的化身 说以前呢 这个西藏掌权的教派是红教 也就是宁马派 红教允学喇嘛取亲 达赖的位置呢 就是父子相传的啊 所以没必要啊 创立活佛转世制度 后来皇教掌权了 由于皇教这边是禁止喇嘛取亲啊 这就涉及到继承人的问题了 同时为了保持教派的神秘感和既得利益 于是就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去寻找转世灵童的呢 总不至于说逮着谁就是谁吧 来 这个事呢 是达赖在临死之前呢 会给出一指定的地点和方向 然后根据达赖元祭的时候诞生的一些婴儿 由达赖弟子寻找确认 一般来说呢 在这个临选灵童的时候有五道程序 首先呢 是弟子根据达赖生前的指示就找去 必须注意的是啊 需要等达赖逝世一年之后才能寻访 有时候能找到一个灵童 有时候能找好几个 那怎么确定找到的这人就是灵童呢 这就涉及第二道程序了 辨认器物 弟子们呢 会拿来达赖或者是班禅生前最喜欢的器物 然后把一些同类的器物放在一块堆 让灵童就抓去 如果灵童抓到活佛生前最喜欢的器物 那就说明他就是灵童 即便说通过了这两关呢 还不够 还得在寺庙里边请护法神降下神域 如果神域的结果和辨认器物的结果一致 那这灵童基本上就通过了 假设有好几个灵童 而且都通过了这三关 那么就需要进行第四道程序了 第四道程序是金瓶抽签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灵童 就在这个玉刺的金瓶前面抽签 谁运气好 谁就是灵童 那第五道程序呢 就是得得到皇帝的认可 由皇帝签字盖章 结果这才算是生肖 那么灵童转世是真是假 这个事咱们不讨论啊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灵童不是一找到就可以成为达赖的 必须在18岁成人之后 才能承袭达赖的职位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呢 清朝就和西藏呢 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皇太极时代呢 达赖啊 班禅的等人呢 就向那个大清进贡 顺治的时候呢 武士达赖丧杰率领班禅 和顾世汉使者到京城朝锦皇帝 受到了顺治的隆重的接待 康熙初年的时候啊 青海蒙古和清军发生了冲突 三番叛乱期间呢 吴三桂也曾经派人寻求达赖和顾世汉的支持 青海的很多蒙古贵族 有一部分人确实支持吴三桂 甚至在康熙十四年进攻了清军 对于这些呢 康熙都瞧在眼里 他一再叮嘱达赖要约束部落 物为变换 康熙还邀请达赖一同出兵云贵川一带 达赖虽然表面上点头 但没有实际任何的行动 在吴三桂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呢 达赖还为吴三桂求情呢 如果吴三桂最后穷途末路了 请求圣上免他一死 我希望你们俩能猎徒讲和 达赖的请求是康熙当然非常生机了 我凭什么就跟他猎徒讲和 你哪根从哪头算呢 朕是天下四方的统治者 怎么可能跟别人猎徒平分天下呀 平定三番叛乱之后啊 康熙让达赖归还吴三桂 画给他的徒弟 以此来表达对达赖的不满 那当然了 西藏内部矛盾也非常的复杂 要想了解当年西藏复杂的局势 你还得从这个桑杰家措这人说起 武士达赖对桑杰家措特别的喜爱 在桑杰家措八岁的时候呢 就把他召进了布达拉宫 你要知道桑杰家措可不是什么灵童啊 这种特殊的照顾 哎这不免呢就有些蹊跷了 所以有人就传出来了 关于桑杰家措的身世啊 西藏就一直有一传说 说这小子是武士达赖的私生子 那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啊 像武士达赖这样的高僧 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们在武士达赖的传记里啊 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可疑的迹象的 你想1652年 武士达赖进京之前的某一天 从哲邦寺到瑟拉寺去 沿途经过了拉萨贵族仲迈巴的家 并且在那过了夜 当天晚上仲迈巴的主妇是琴 哎也就是陪他睡觉 这个传记呢就采取了隐晦的说法 说牵手观音化身的达赖 在那里遗留了一颗宝珠 你这颗宝珠是什么 是不是桑杰家措 后来鉴于武士达赖对桑杰的特殊感情 很多人相信 这传说一定是真的 武士达赖将桑杰接到了布达拉宫以后啊 对他精心的栽培 不仅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学者 更希望呢 他能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到1676年呢 第三任第八辞职的时候啊 达赖指定桑杰家措继任这个位置 第八呀就相当于藏王 是西藏这块地方呢 最高行政长官 地位仅次于宗教领袖达赖 对于这样一个职位呢 桑杰家措以自己太年轻 资历不够为由给拒绝了 把布达拉宫的财务总管 扎仓列巴罗桑巴金呢 就担任了这个职位 不过呢 他仅仅是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目的呢 就是让桑杰家措平稳着陆 三年之后呢 这人就辞职了 桑杰家措呢 稳稳的就坐上了这位子了 武士达赖呢 还专门颁布文告 详细介绍了桑杰家措的 学识品德和能力 希望僧纵啊 同意他当上第八 这份文告至今还在 布达拉宫正门入口处 德阳下过厅的南墙上 下边端端正正的 打着武士达赖的两只金分手印 你由此可见武士达赖的良苦用心 康熙21年2月25 公元的1682年 武士达赖在布达拉宫圆记 这就意味着西藏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 桑杰家措果断地做出了 密不发丧的决定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 认为啊 这是武士达赖的意思 桑杰家措的保密工作 做得相当的彻底 每个环节都受到了严密的控制 他们在布达拉宫里 选择了一个跟武士达赖 长得很像的人 让这人伪装成达赖 在宝座上白白样子 同时呢 对外宣称 这个达拉要长期进修 一切事物呢 由第八暂行处理 桑杰家措也不愧是个能力非常强的人 他一方面要求呢 代理达拉处理政教事务 一方面呢 还得保护达拉的肉身 并且修建灵塔 最关键的是呢 还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之下 寻找转世灵童 桑杰家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秘密的和嘎尔丹勾结 反对和说特部的顾诗汉子孙 顾诗汉是成吉思汉弟弟的十九世孙 桑杰企图通过嘎尔丹的力量 赶走和说特部 康熙第一次亲征嘎尔丹的时候 桑杰家措曾经派遣基隆活佛 到嘎尔丹军中诵经 嘎尔丹战败之后啊 基隆活佛呢 又以讲和为由拖延时间 让嘎尔丹得以逃跑 正是在这期间呢 就发生了真假达赖之争呢 康熙35年呢 公元的1696年 清军在赵木多打败了嘎尔丹 在搅和的物品中呢 康熙发现了桑杰家措 和嘎尔丹交往的文术 此外呢 还从投降的战俘口中得知啊 武士达赖早已经冤寂了 8月份 康熙派人持赤书到西藏 揭露桑杰家措勾结嘎尔丹 欺骗朝廷的罪行 使者来到之后 要桑杰家措就以下四个问题 做出答复 第一 武士达赖早已去世 为什么不向皇帝报告 密不发僧到底是几个意思 第二 为什么要跟盖尔丹狼狈为奸 帮助盖尔丹搞分裂活动啊 基隆霍佛为何不但不阻止盖尔丹 反而为盖尔丹送京助威啊 盖尔丹战败之后 基隆霍佛为何用缓兵之计 让他逃走啊 应该立刻将基隆霍佛送到北京来 第三 武士达赖元纪之后 为什么不让武士班禅主持事务呢 清廷邀请武士班禅进京的时候 为何恐吓班禅 说你这么做的话 盖尔丹将会击杀你呢 请立刻让班禅主持政务 并且让班禅进京朝境 第四 立刻将嫁给青海和尔特部的 盖尔丹女儿送到北京来 康熙在诏书当中毫不客气地表示 如果没有给上述问题个圆满的答复 将立即发兵进攻西藏 软硬兼施啊 是康熙的看家本领 在处理各种问题上呢 他做的是游刃有余 随心所欲不预举 桑介佳措针对康熙的强硬啊 不敢不给出答复啊 说第一 这个武士达赖元祭啊 已经十六年了啊 当时情况紧急 时运为奸啊 这个为了防止西藏地区发生动乱 所以才密布发丧 现在六世达赖已经失误了 我们将在康熙三十六年 为他举行座床典礼 恳请皇帝在此之前对此事保密 第二呢 纪隆活佛确实有罪 我们已经隔去他的职位了 并且超没了他的家产 我们一定会遵旨将他送到北京的 还望皇帝开恩帮杀了他 第三 这武士班禅啊 没有附京不是因为那原因 只是你们派出的使者啊 说了一些恫吓的语言 这个所以呢 害怕了才没去 关于班禅和日附京啊 我们一定会相加讨论 到时候给皇上一圆满的大福 第四呢 这嘎尔丹的女儿啊 是在嘎尔丹攻打卡尔卡之前 嫁给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的 这我们结婚之前呢 这嘎尔丹还是老实人的 所以他的女儿实在是无辜的呀 希望皇上你不要拆散他们 以免妻离子散 这都多不和美呀 康熙啊 毕竟是个明君 虽然他对桑杰加措很不满 但是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友好呢 还是做出了让步的 康熙本着不声势为贵的原则 宽恕了桑杰加措的罪行 桑杰加措呢 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将基隆活佛送到了北京 基隆呢到北京之后啊 遭到软禁 最后病死了 尽管说得到了康熙的原谅 但是桑杰加措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住西藏的局面了 康熙37年正月 公元的1698年 嘎尔丹的侄子侧望阿拉布坦 便上书弹劾桑杰加措 说第八桑杰加措这个人 在达赖死后密而不宣 分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啊 他诈称达赖之言 在卡尔卡中制造混乱 如此耗事 唯恐天下不乱的喇嘛 实在是自古未有 希望皇上能够明察 不要让法门受瞻辱 请陛下当敌法门使之干净吧 第八这个人做的坏事 当然远不至于此 他还奸禁班禅 派两个红帽喇嘛 诈称是达赖的化身 第八如此破坏法门的清誉 实在是天理难容 神佛共怒啊 康熙对此啊 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 他很清楚 策望阿拉布坦 是在跟桑杰加措争权 这样是处理不好 肯定会引起麻烦 看桑杰加措不顺眼的 远远不止策望阿拉布坦 和说特部韩王 对第八也非常不满 康熙40年 公元的1701年 和说特部的达赖汗去世 其子望扎尔继位 两年之后呢 望扎尔的弟弟拉藏汗呢 赶走了哥哥 自己登上了汉位 拉藏汗继位之后呢 就跟桑杰加措的矛盾 更加激烈了 并且在康熙44年 在拉萨发生了战争 桑杰加措兵败被杀 这样一来呢 和说特蒙古就重新取得了 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拉藏汗的这些军事行动啊 无疑是深得康熙欢心的 心腹仇敌被拉藏汗清除了 康熙的心情是很喜悦的 他给予了拉藏汗充分的信任 但西藏问题呢 是非常复杂的 盘根错节 宗教领袖达赖和军事集团 和说特汗王 是自古就存在矛盾的 他们都想夺得西藏的最高统治权 顾世汗死了以后呢 青海的台籍们 和西藏的和说特汗之间 为了争权也发生了冲突 青海的这些台籍们内部 又有许多分歧和矛盾 各种势力都想挟持达赖 以提高自身的威望 真假达赖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武士达赖死了以后 居然出现了三个六世达赖 真假达赖之争的肇使者 是拉藏汗 康熙44年7月份 拉藏汗突然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 陈述了假达赖事情的整个经过 拉藏汗的意思呢 是由桑杰加措确立的 苍阳加措六世达赖 根本不是真的转世灵童 这个苍阳加措 咱们这插一句啊 在历史上这个苍阳加措 尤其在文学上特别的突出 是吧 现在很多这个文青都特喜欢苍阳加措 是吧 他写那些诗 这些文青特别喜欢 哎呀 这说苍阳加措真是一个接地气 有烟火气的活佛 是吧 但是呢 在这个拉藏汗的这个 话里话外的意思 苍阳加措呀 好求好色 哪有佛门高人的半点样子 拉藏汗请求康熙废除这达赖 然后呢 寻找真正的转世灵童 那么这苍阳加措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他的表现又有什么异于活佛的地方呢 苍阳加措来到布达拉宫之后啊 他的表现跟前世完全不一样 他也很聪明 不过他的聪明停留在对爱情和诗歌的追求上 跟人们印象里的活佛迥然有别 他写了很多首有名的诗句 咱们摘录一些啊 你比如说心中爱慕的人儿啊 若能够百年偕老 不亚于从大海里面采来珍奇的一宝 什么林林草上霜 嗖嗖寒风起 鲜花与蜜蜂怎能不分离 为爱人祈福的凡儿啊 树在柳树旁边 看守柳树的阿哥呀 请别用石头打他 你说这小行诗写的真是挺有情调 哈 一个活佛哎 居然是写情诗的高手 这当时人们肯定无法接受啊 你现在人们当然了 桑杰加措生前也试图纠正苍阳加措 这种离经叛道的倾向 可是根本不起作用 当桑杰加措被杀之后啊 拉藏涵就把他押往北京 令人吃惊的是呢 在刑至西宁口的时候 这位所谓贾达赖苍阳加措 居然就病死了啊 究竟是不是病死的 没有人清楚 有人说他是被害的 也有人说他到武台山云游去了 苍阳加措死了之后呢 甭管他真假吧 你都得寻找这个转世灵童了 这拉藏涵就立这个伊喜加措呢 为新的六世达赖 伊喜加措当了十一年达赖 而且经过班禅和康熙皇帝的确认 但是始终无法得到藏族人民的承认 西藏人民始终认为 苍阳加措是六世达赖的真神 尽管说拉藏涵苦口婆心的告诉人们 苍阳加措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可惜无法撼动百姓对苍阳加措的信仰 由于西藏内部对这个达赖不信任 康熙48年 康熙以青海台籍和拉藏涵不合为妖 派遣侍郎好寿入藏 协助拉藏涵管理西藏事务 这是清廷第一次派遣驻藏大臣 由于西藏的局面比较复杂 康熙派人到西藏封五十班禅 为班禅阿尔德尼 通过提升班禅的宗教地位 来缓解西藏的宗教危机 那么由于西藏上下对依习加措很不满 拉藏涵的压力非常大 如果这个傀儡得不到西藏人的拥戴 那他的统治权就会受到威胁 后来呢 拉萨上层找到了一个名叫格桑加措的人 为真达赖的转世灵统 康熙再次让班禅确认这个真假 班禅仍然认为这是真的 康熙皇帝废除苍阳加措的行为 引起了西藏人民的抵触情绪 他支持的拉藏涵在西藏也深陷政治危机 在西藏内部逐渐酝酿起了一股风潮 企图寻求准格尔部落的人来赶走拉藏涵 后来西藏发生了动乱 拉藏涵被杀 因喜加措被囚禁在拉萨的 咬亡山上 西藏上空是风云变幻难 准格尔首领策望阿拉布坦 对西藏是亏死已久 他感到夺取权力的机会到了 早在康熙45年 也就是公元的1706年 策望阿拉布坦就试探性地邀请苍阳加措 到准格尔来讲学 遭到了拉藏涵的拒绝 为了消除拉藏涵的戒心 他又改变了政策和拉藏涵和亲 康熙53年 策望阿拉布坦和拉藏涵结为儿女庆舰 与此同时 他又积极地联络西藏的反对势力 密谋推翻拉藏涵的统治 康熙55年11月公元1716年 策望阿拉布坦派堂弟策灵敦都部 以护送女婿 格尔丹丹中 就是拉藏涵的儿子 夫妇回藏省亲为借口 秘密组织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 向西藏进发 此外呢 策望阿拉布坦还组织了300人 对格桑加措所在的青海塔尔寺 进行了突然袭击 计划抢夺格桑加措 然后护送格桑加措进入布达拉宫 策灵敦多部不走寻常路 选择了一条极为隐蔽的路线 他从南疆河田出发 翻越巍峨的昆仑山脉 在途经阿里 抵达了藏北的纳去 这一条路线呢 非常的艰险 海拔又高 一路上人烟稀少 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呢 是有两个原因的 既能避免被清军发现 又能出其不意的攻击拉藏寒 那么这支部队出现的时候 当然是完全出乎了拉藏寒的意料 在藏北纳麦错湖畔 拉藏寒匆匆和敌人展开了战斗 他始终觉得和谈是可能的 因此呢就一误了战机 再加上准格尔军队 事先已经对西藏内部进行了分裂瓦解 拉藏寒的军队很快就被打败了 随即呢准格尔军队包围了布达拉宫 杀死了拉藏寒 囚禁了伊西加藏 准格尔军控制西藏之后呢 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屠杀和截掠 非皇教的寺庙被摧毁了有五百多所 那么由于西藏地方遥远 康熙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 他立即派遣满族将领俄伦特 和蒙古族将领色冷去征讨 两个人统帅七千人从青海出发 色冷率领先锋部队侦察 俄伦特呢带主力尾随 不过这次出征啊因为准备不充分 而且两个将领脾气不和 在到达藏北纳去一带的时候呢 遭到了准格尔军队的袭击 清军大败 俄伦特战死 那么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呢 还是在于色冷 色冷有勇而无谋 轻敌冒进 他带着先锋部队进入敌人埋伏圈之后啊 看着敌人后退不知是计 拼命的追赶 结果让全军都深陷泥潭 再加上粮草也被敌军给切断了 结果是全军覆没 色冷本人也阵亡了 准格尔取得了这次胜利非常得意啊 他们继续向东进军 打算和清廷争夺巴塘礼塘等地 甚至呢企图进犯青海和云南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清廷之后 大家熟悉的场面又出现了 王公大臣纷纷劝说 哎呀西藏那么偏远的地方 地形那么险恶 不宜出兵 要的干什么 甭要了 康熙却力排众议 认为如果不出兵西藏 边境将不堪设想 所以必须出兵 当然了 在出兵之前呢 康熙总要总结上次失败的原因 在康熙看来 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够重视 准备不足 派出的兵力不够多 这一次呢 康熙任命黄十四子 顾山碑子印针 为这个福院大将军 统领三路大军 开赴前线 号称三十六万大军呢 实际数目可能也就五六万人呢 那这里咱们说一下 有朋友说了不对啊 黄十四子不是允提吗 这个事牵扯到雍正皇的即位之后啊 他的这个名字不是为了避讳吗 所以本来呢 兄弟都是叫印什么印什么 都改为允了 这个印针呢 他这个针呢 和黄四子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的印针呢 这名字字不一样 但是音一样 所以也得避讳也得改 所以后来就改名叫允提了 这是后话了啊 咱们这时候呢 他还叫印针 咱们就管他叫这个印针啊 这黄十四子顾山碑子印针呢 通领三陆大军开赴前线 为了孤立准戈尔呢 康熙还进行了政治工作 争取青海蒙古王公的支持 康熙57年10月份公元的1718年 康熙提拔四川巡抚 年庚瑶为四川总督 康熙的目的就是让年庚瑶啊 开辟由四川进军西藏的路线 能够保证各路兵马随时开入西藏 让西藏断掉天高黄的远的念头 年庚瑶上任之后呢 不负所望 在成都驻兵 并且设立驿站 康熙还让大臣带领满洲兵一千人 蒙古兵一千人 土拔兵两千人 鹿营布齐兵各一千人 护送新达赖入西藏 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由年庚瑶来总理的 虽然说康熙很积极的备战 无求胜利 但是呢大臣们还是很担心的 实际情况正如康熙所料 清军所向披靡 准戈尔军队根本就没有做出 任何有效的抵抗 其实藏人早就对准戈尔布不满了 准戈尔军队在西藏的残暴行径 引起了藏人各种的不满 清军进入拉萨之后 藏人普遍表示欢迎 清军进入拉萨这天是9月15 拉萨上空时 晴朗乌云 满汉大臣蒙古各部落的首领 西藏的喇嘛贵族纷纷欢迎清军 然后在布达拉宫为格桑加措 举行隆重的座床典礼 那么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说喇嘛人等感激圣祖再造红恩 往不踊跃欢心 男女老幼枪复习来营 见我大兵群庸环绕 鼓奏各种乐器 清军护送达赖入藏 由此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欢迎 充分的就体现出了 康熙处理民族问题的手段的高明 接下来康熙要做的就是 重建西藏的行政机构了 康熙让清军统帅严信将军 先成立临时的军政府 军政府的主要责任 就是清除准戈尔分裂势力的余孽 并且打击准戈尔的支持者 对于那些违法作乱的喇嘛 丝毫不留情面 该杀的杀该官的官 到了康熙60年 终于完成了西藏政府的改组工作 康熙废除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第八一制 改设多名嘎伦 共同负责行政工作 这是康熙为了促进西藏稳定 而实行的分权制度 刚开始的时候 封了三名嘎伦 这三名嘎伦都是当地人 但是都非常忠于清廷 康熙呢 既采用了藏人治藏的办法 又直接控制了西藏的地方政府 是一举两得呀 在蒙古王仲卑勒台籍 和酋长们的要求之下呢 康熙允许他们在拉萨 为自己建立封碑 用吹不朽 随后呢 清军在拉萨留下了 三千人的驻藏军队 为了保持对西藏的有效控制 清政府还在西藏周边驻留军队 西藏如果出现动乱 这些军队会第一时间赶到 这无疑维护了西藏的稳定 由于康熙的雄才大略 结束了蒙古部落对西藏的控制权 西藏再次进入了中央政府的 管辖之下